大连足坛功勋小王涛突发心梗去世 避免心梗猝死 需要怎样做呢 朋友们好 我是心血管汤医生 昨天晚上就已经得知 大连万达明朽小王涛突发急性心肌梗死 病情危重在紧急抢救消息 今天中午证实 小王涛已经因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在杭州去世 年仅52岁 无独有偶 这两年大连足坛多为明朽离世 先是2021年3月 功勋教练池上斌因病去世 时隔仅一个月 张恩华去世 去世前刚过完48岁的生日 现在又出现了小王涛的不幸离世 联系上个月发生的华为高管 跑马拉松突发心肌梗死猝死的事件 让人甚至对运动锻炼产生了怀疑 对于年轻人突发心肌梗死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不禁有人要问 都说运动能够强身健体 尤其能够强化心肺功能 那么作为足坛的名将 超强的发动机也会出现罢工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突发心肌梗死 心跳骤停 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才能被成功的救活 导致年轻人突发心肌梗死 猝死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超强的运动负荷 超强的运动呢 对心脏其实是一种伤害 很多运动员存在严重的心动过缓 心肌肥厚劳损 这和长期的超负荷 高强度的运动锻炼 有直接的关系 取得运动员在超过极限运动之后 留下的身体创伤 将会伴随自己的一生 像一些举重运动员 长期留下严重的骨关节病变 长跑运动员 足球运动员造成的心脏超极限运转 留下很大的健康隐患 高强度运动能够诱发血管的筋轮 诱发心肌梗死的发生 我遇到一位消防队员 在打篮球的时候突发胸痛 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 但冠状动脉造影发现 并没有真正意义的血管狭窄堵塞 而是由于运动诱发的 冠状动脉长时间精卵 引起了急性心肌梗死 二是高强度的精神紧张 对于经常参加比赛的人来说 长期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 这种紧张状态会导致身体内的肾素 血管紧张素 去甲肾三线素等分泌过度 对心肌也是造成严重的损害 诱发冠状动脉蓄管病变 引起急性心肌梗死 猝死的发生 长期高强度的紧张状态 容易诱发恶性心率失常 是导致心原性猝死的直接原因 三是长期生活方式不当 许多年轻人 长期处于高强度的运动状态时 存在明显的吸烟酗酒等情况 加持较多的夜生活 长期熬夜对心脏健康会带来极大的伤害 总之 年轻人急性心肌梗死 猝死是有原因的 超极限运动 尤其是对于不常运动的人 突然给心脏施加较强的运动负荷 很容易造成心脏的罢工 因此呢 关爱心脏 提上健康的生活方式 运动方式要科学合理 循序渐进 并不主张超强度的运动锻炼 对心脏健康并没有好处 真正发生的急性心肌梗死 导致心脏骤停 在什么条件下 才有可能被救活呢 那必须看你身边的人 有没有急救能力了 当突发心肌梗死 心跳骤停的时候 绝大多数是因为 恶性心理失常导致 这时 如果在有除颤仪的地方 比如在医院 或者有除颤仪的公共场所 第一时间使用除颤仪 加上有效的心肺复苏技术 生还的希望很大 心脏停止6秒钟 人就出现昏迷 停止6分钟 大脑就出现不可逆的损害 所以抢救的黄金时间 是在6分钟之内 必须进行有效的 心外按压和人工呼吸 在专业团队到来之前 必须持续操作 患者的呼吸循环不能中断 才有被救活的希望 出现心跳骤停的急性心肌梗死 必须第一时间进手术刀管室 立即开通被堵塞的外脉血管 必须强调 时间就是心肌 时间就是生命 任何拖延时间的行为 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那么多决定